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再加上孩子 今年也是13岁 今年他正好就是说刚过完13岁生日 然后就正式进入teenager 然后他一直在家里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刚才想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距离产生美 尤其对孩子来 他进了teenager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烦躁的情绪 尤其今年以后 你说他也不能去学校 也不能他一直在家里 那么跟父母之间 就跟我们之间的矛盾 就会多一些 就比原先 原先就是每天去学校 只是回到家里几个小时 可能会好很多 那么一段时间 他就有一些烦躁的情绪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父母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们的孩子呢 就是说还好是我们俩 一起就是说一手带大的 我们没有就是说 就是说祝福祝母 点除了每天跟他们做四顿饭 还有希望三顿饭 还在这过程中 要怎么样跟他们每个人相处 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才有脾气 这个各种压力 先生的压力 各种 还有我们之间互动的时候 我记得刚开始的前面有几个月吧 一个月两个月 总是有各种争吵 一失败的时候就有各种的争执 就是变得不和谐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进行家庭会议 也来就是讨论一些东西 慢慢慢慢的好像又回到那个正常的 三月份就开始关到家里 一直到现在了 就是说那她的这段时间 对她来说一个很大的转变 在这个时候就说 我们也去提令她 她有什么样的就是说 不适应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大家都是神 尤其像她这种T-Leader的时候 她有很多的就是说 这种情绪上的变化 心理上生理上的变化 对她都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时候说 我们怎么样去提令她 我觉得说从她的角度 来去思考问题 从别人的角度来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使这个问题更容易解决一点 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我们说我们也很难啊 我们也在家里 我们也出不去啊 我们也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可能只能会火上交友 好在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 两个孩子都回去上学了 所以说这个稍微好一些 在休息方面稍微好一些 但是好像在家也是 基本上都是想做 就开始打游戏 就是跟他们朋友现在就是联系 全都是要游戏上联系 就是好像因为摩擦多 在一起的机会 时间多 但是也感谢神就是 有时间来建造这个家庭的 遇到这些问题 就是看到神的手在里面带领 包括我跟我先生现在也就愿意 他愿意进入我们一块来婚姻辅导 对就在这过程中有这个时间 我很感恩 谢谢大家为我祷告 当时就是为了沟通嘛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你们都有问题吧 这个有问题啊 我的家我们上一周就是 Fall Break 我都没有 没有Activity给他们 所以我很同意那个 Steven说的 就是要在他们的 Perspective中也要 也要尊重他们 因为年轻人嘛 真的 是一个过程 有些东西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要做 他现在已经在 刚搬到这边 没有美国的这种 和他同论的这些 那么就是我们和 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出去 在那边大家一起去 至少对他来说是一个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和大家一起有一个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